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式之外呢 另外有两个元件 一个就是电阻器跟电容器 我们先看一个电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电路 它呢 有一个电动式 这个电动式 它是一个理想电动式 它只有断电压 断电压就是它的电动式 没有考虑它的内电阻 那么这个R1电阻器 R2电阻器 这个是个电容器 那么在起初 这个switch 它在这个位置 那么电容器上面呢 没有电荷 没有充电 当然这个路上面呢 都是断路了 这个也是断路 对这个 对这个EMF来说 当我们把switch 接到1的位置的时候 这条路就通了 这条路就通了 于是这个高电位 它就要循着这条路 往高电位的正电荷 就从这条路要走到低电位 好 那么 但是它走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是个电容器 当中这个地方是断路 它没有办法一下子过来 所以呢 它就正电荷堆积在这里 这里感应出副电荷 然后正电荷从这边过来 因为它中性的嘛 你副电荷留在这里 正电荷继续过来嘛 那么 于是这里就开始堆积电荷 正电荷 副电荷 那一堆积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电位就比较高了 也就是说这个基板 它的电位比刚刚要高 所以呢 这个 这一级到这一级的电位差 就没有刚才那么高 于是它电荷还是要过来 但是过来的没有刚刚那么快 但是它还继续 一直堆积到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都是堆积了一堆的正电荷 一堆的副电荷 到这个电位差 跟这个电位差一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有电荷输过来 所以呢 电流就是零 所以一开始它电流很大 因为电荷一下子可以过来 慢慢慢慢的就电流就变小了 变小到最后呢 电流停止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个电路上面呢 电流不是一个定值 它是由大变小 那电容器上的电荷呢 是由零增加到最大值 那现在我们要问呢 你switch接到一的时候 经过T秒钟 电路上的电流是多少 电容器上面的电量是多少 好 要问这个问题 OK 好 这个时候呢 是电容器充电 对不对 它本来没有电荷 现在充电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符号这么画 我这里画一个箭头 就表示我把switch 关到一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开始 计时 算T等于零 好 那我们就先说T等于零的时候 S 接到位置1 接到位置1 现在你就看这条路啊 好 这条路 我们刚刚说啊 它的电流从零开始 从最大变到 变到零 好 那这个地方的电荷呢 从零变到最大 好 那现在我假设 在中间T秒的时候 零开始计时 T秒的时候 好 我假设 这个上面的电流 I 好 然后这个上面的电量呢 是Q 这个极板是-Q 好 电流 为I 电容器上的电流 变量 为 这个是绝对枝了 就是正极是正Q 副极是-Q 好 就在这一时刻 当这个电路上的电流是I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电路上的Circuit Equation 把它列出来 电路方程 好 这个时候 电路方程列出来 这是什么电路啊 串联电路 串联 好 因为每一个元件都是串联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在列方程式之前 我们把每一个元件的Polarity 画出来 好 电流是这样子过来 所以它经过电阻 5 会产生电位的降落 好 这个电位的降落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V R1 就是R1 电阻器 两端的电位降落 然后电容器 也有 电位降落 因为这边正这边负啊 然后这边呢是负正 这个本来就是 电动师就是这样子 好 于是我们应用 克西合乎 电压定律 应用KVL Kerchhoff's Voltage Law 你走一圈 电压上升的值 要等于电压下降的值 所以你看我们 从这里走 两个下降 要等于一个上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写 V R1 加上VC 这是下降的量 要等于上升的量 V是常数 好 那么 VR1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就根据欧姆定律 电流经过这个R1 的电阻器 所以它就是I 乘上R1 好 VC是什么呢 VC是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它是等于Q 这有Q嘛 有C嘛 对不对 好 它是等于Q OVER C 等于这个 Q over C 好 这个 就是circuit equation 你 我们以后 凡事处理这种问题 你第一个要件 就是要把 circuit equation 把它列出来 用KBL 好 现在我们看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式子里头 Q等于0 对不对 Q是0 那I是什么呢 我们就写Q Q就是0 I 起初的电流 它就等于V OVER R1 这个是最大的电流 这个就是好像什么 我把这个地方啊 短路就是把它接起来 用理想导线接起来 就跟我们一般的电路一样啊 电压被电阻来除就是 就是等于它的电流啊 对不对 这是T1的时候 这起初电量 起初的电流 然后T approaches infinity T approaches infinity 电流等于0 电流等于0 电流等于0的话 这一项是0 Q就等于CV 好 好 这个是等于Q 这个是等于I M 就是最大电量 I M 是最大电流 这是T在0跟无穷大之间 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啊 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啊 时间大于等于0 而小于无穷大之间 电流跟电量有什么结果 好 它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是 用这个式子啊 I R1 加上 Q over C 要等于V 我们解这个方程啊 好 这个里头呢 R1是定值 C 电容器的电容是定值 那 EMF 是个定值 那I1 I会改变 Q也会改变 这是两个变数 但是这两个变数 不是独立的 是互 互不相干的 那这两个有一个关系 那就是 I 要等于 DQ over DT I等于DQ over DT DQ over DT 它有两重意义啊 要记住 两重意义 一个 就是说 我电流从这里流过 所以我任何一个界面 任何一个界面 DT秒穿过的电量 就是DQ 这就是电流 你这个界面也是一样 从这个界面你说 穿过来的电量啊 DT秒也是DQ电量 另外一个观点 才是我们以后要注意的 就是说 这个电量 DQ 从这里穿过来 就穿到这个极板上 它过不来 对不对 它就在极板上 增加一个DQ 那这个极板上 就多感应出 负DQ 那因此这个极板上 电量的增加率 就是DQ over DT 电流是这么进来 所以电量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看成是 极板上的电荷 随时间的增加率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i带到这个里头来啊 带进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这个 R1 DQ over DT V 加上Q over C 要等于V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现在我们要解为分方程呢 解为分方程的话 我们有Q的地方 要摆在一起 要放在等号的同一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稍微的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我们两边都先乘一个C 好了 C R1 DQ over DT 要等于 C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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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把这个 把这个 两边都乘符号 把Q呢 拿过来 CV-Q 好 这边 CV-Q Q-CV 要等于 要等于 负的 负的 C R1 DT 好 现在 你看Q都在同一边 T在这一边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积分 我们用定积分 定积分 T等于 T等于 0的时候 Q是0 T等于任意时刻 Q是一个任意值 那我们这边的积分呢 它就变成Log Q-CV T 从0 到Q 要等于 负的 C R1 分之1 这就直接写T就好了 好 那这一边呢 我们把上下线带进去 先带Q 再带Q等于0 好 它要等于 负的 C R1 分之 T 好 那我们按照Log的定义呢 按照Log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 那个实质 那个是我们就写成 Q-CV over 负 CV 要等于 Exponential C R1 分之1 的T 于是我们就写Q 要等于 Q它现在是T的函数 我们可以加一个T 它就等于 C V CV 1 减掉 Exponential 它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我们把它的图画出来 把Q跟T的图画出来 我们先 它跟我们起初假设的一样不一样 比如说 T等于0 这个0次方就是1 1-1就是0 所以Q等于0 好 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 这个 exponential 负无穷大之方 就是0 好 因此 Q 就等于 CV 跟我们 当初 写的这个是 一样 这个一样 对不对 所以没有错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图形 画出来 给各位看一看 这个是T 这个是Q 好 它的图是什么呢 T等于0的时候 Q是0 T approaches infinity Q变成最大值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上升的曲线 嗯 这样的一个上升的曲线 OK 好 那么 我们可以把 这个值啊 C乘R1 好 我们 把它 写成是一个 时间 是一个常数 我们另 R1 等于T 时间 它的单位是秒 你可以回去画画看 把电容器的单位 跟电阻器的基本单位 通通组合在一起 你看到它就是秒 那这个叫做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 time constant 叫做time constant 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 Q T 就写成 CV 1 exponential tau 我们写tau1 可以写这个形态 可以写这个形态 这个是Q 电量跟时间的关系 然后 然后我们要问 它的电流跟时间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要把电流 跟 这个关系 带进去 I 是等于 我们刚刚不是写 等于DQ overDT 那你就把这个式子 或者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 第一项常数 是0 这一项常数呢 它有一个exponential 就是 -CR1 - 就得正 它就是等于V over R1 exponential C R1 分之T 好了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V overR1 exponential T over T1 这个是 电流跟时间的关系 好 那我们把这个 也check一下看看 它跟我们当初 求出来的一样不一样 你看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0 exponential 0 就是1 就是V overR1 所以它的I 在T等于0的时候 是V overR1 就是最大值 最大值 T approaches infinity exponential - 无限大 次方 就是0 所以这个时候 就等于0 所以它的电流起初是最大 后来变成0 所以没有错 好 我们也把这个式子 它的常数 I 与时间的函数 我们画出来看看 0的时候最大 这个时候是V overR1 然后呢 它就开始 下降 它就变成 逐渐的变成0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这是R1 好 那么 我们去看这个time constant time constant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常数 它是一个常数 跟你这个capacitance 跟R1有关 那么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曲线上面来看 从这个曲线 跟这个曲线来看 好 那这个 T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曲线是上升的 上升的 上升的快或者慢 就决定在 to1 to1 如果很 很大的话呢 那就是说 你这个t啊 要经过很久很久 才会使得 这个 这个值变成很小 差不多我们知道 时间经过五倍的时间常数 它就approach to zero 好 那你如果这个很大的话呢 那五倍的时间常数 就是拖的很长啊 那因此 这个tor 时间常数大的话 它上升的 比较缓慢 时间常数小 它上升的比较急促 很快就 很快就到达最高点 下降也是一样哦 它从最大值下降到 几乎变成零的时候啊 当中差不多是 五倍的时间常数 五倍的时间常数 那因此 你时间常数越长 那五倍就是更长了 所以你要很长的时间 才会降下来 降到零 那如果时间常数短的话 它很快就降到零 所以啊 我们讲这个时间常数啊 决定这个 曲线的 上升的 快还是上升的慢 比如说这个是 它时间常数 等于一的时候 时间常数等于一的时候 这个是 exponential 负1次方 exponential 负1次方 你们可以拿 calculator算一算 大概是多少 你算一算看看 会不会算 大概是0.37 0.37 左右 0.37左右 那么 因此啊 你这个 减到0.37 就是0. 0. 这个 63 所以呢 它一倍的时间常数啊 差不多在这里 这个 这个就是 Q T T1 它就上升到 它就上升到 原来的 0.63 好 那么 你这个 这个时间常数啊 也要到0.63 的话呢 你看 这个在这里 这个 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所以这个 这个Tau 比这个大 这个Tau又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 Tau 因此你Tau 值越大的话 它上升的 越缓慢 这个也是一样哦 你这个Tau Tau 下降 下降 下降的话 如果这个等于1的话 差不多是在这里 这是一倍的时间长数 一倍的时间长数 那么这是I Tau 1 如果你时间长数 越大 它就 越缓慢的下降 越缓慢的下降 好 通通通在这里 通通通是0.6 0.37的话 所以时间长数 越大 它下降的越 越缓慢 所以时间长速可以控制这个曲线的上升 或者是下降的弧度 要记住这个 现在我们要问 你把电量求出来 电流求出来 我现在要问这个R弯 这个VR弯是多少 VR弯是多少 VR弯 那我们就这样求啊 VR弯不是就等于 IT乘上R弯吗 对不对 那你就把IT乘这里来 它就是V exponential Tone分子T 它就是这个 你也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 我就不画了 那么我们如果要求这个VC的话呢 VC怎么做呢 VC它就是等于 QT over C 那你就把QQT乘上C QT被C除啊 它也是1-exponential负的T over Tone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啊 你回去画画看啊 你把这个 这个图 VRT 对时间的函数 画出来 VC对时间的函数 画出来 看看 以上是充电的时候 充电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 一定要记住 就是 当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这就是capacitor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Q是零 Q是零 I呢 I0变成V over R1 你看这个 这个就 变成 变成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短路 短路 如果这个地方 直接接下来啊 直接把这个正极跟负极 接下来叫做短路 下一次我再跟各位讲短路的意义 好 一短路的话 那么电流就是V over R1 那么短路这个 这个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 电量了 所以呢 电容器当T等于零的时候 T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 短路 短路就是这样子 短路 好 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T approaches infinity T approaches infinity Q最大值 电流等于零 电流为什么会等于零呢 断路就是零了 你把这个地方 看成是open circuit 就是说C的这两端呢 当做是断路 那这个就是 一断路的话 电流等于零了 电量就集在这里 这个电荷是最大值 这个要记住 要记住 有时候解这个电路 电路方程很难解 对不对 他有时候就给你 假设 一个电路好像很复杂 但是他只要求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跟时间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就是说他有一个电键 switch 关上去的 没有关上去 或者是关上去 关上去就是 就是电路接通了 关上去 刚关上去 或者是关上去很久 t等于零跟t等于无穷大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第二个 当switch 接到 switch 接到二的位置的时候 好 现在我们说 当 电容器 充电到 q零的时候 它有最大值 零到最大 这个是零到最大值的中间 好 到q零的时候 突然把这个 电键关到一 接到位置二 然后呢 重新计时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时间 归零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把这个电路 我们重划一下 好 这个上面 已经 最开始是有q零啊 最开始是q零 跟负q零 然后 把switch 关到这边来 那这个就 断路了 这个就不作用了 好 这个接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正电荷在这边 负电荷在这边 这边电压比较高 这边电压比较低 于是 电量就从这边过来 所以它这个时候的电流 是反过来流 电流啊 反过来 你把这个电路 画在这个下面 反过来流 好 那么 最初电量是q零 到最后 跑光了 变成零 好 那么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电流很大 慢慢慢慢 这个 跑掉了 它的值变少了 所以电流呢 就变小了 所以电流也从最大 慢慢慢慢慢慢 变成零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好 这个时候 它的电量跟时间 有什么关系 电流跟时间 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假设 T等于 T的时候 这是重新计时 T等于T的时候 这个电流是I 已经从最大值变成I OK 这个呢 它就从Q零 变到Q 这个变到负Q 于是 我们就可以列出 它的circuit equation 把polarity 画出来 这个VR1 这个是正负 VC 好 现在这里有电流 所以这个地方 有VR2 VR2 好 你把circuit equation 列出来 你把那个图画在这个下面 好 我们可以写出 T等于T的时候 好 电压 这个时候 你看也是 两个电位降落 等于一个电位的上升 那它就是VR1 加上VR2 要等于VC VR1是I乘上R1 VR2是I乘R2 这个是等于Q 这个是等于Q Q over C Q over C 这就是circuit equation 那我们 把这两个电阻啊 先用一个等效电阻 把它替代 LinR等于R1 加R2 这IR就等于Q over C 好 现在要解R跟C是常数 Q跟I是变数 但是这两个变数不是独立的 它们之间呢 有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说 I是等于 负的 DQ over DT 我们说这有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 就是正的 正的就是说 电流我们是假定这样子流嘛 所以你这里画一个 接面机的话呢 那就是从这里进去的电荷 DT秒 进去是DQ 是这样进去 正的 DQ over DT 等于I这是对这个电流来说 但是对电容器来说呢 它电量跑出去了 DQ跑出去了 这个DQ就下降啊 所以对电容器的几板来说 它DT秒 它的电量是减少 减少就是负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对电容器来说的 OK 我们说因为I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 把它写成 DQ DQ over DT DT 乘上R 加上R 加上C Q 等于0 那现在我们呢 大家都乘一个C好了 所以它就变成 Q DQ over Q 把这个写在同一边 DQ over Q 要等于负的RC 分之DT秒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等式两端都积分一下 那就变成 DQ over Q 要等于负的RC分之1 DT 好 T等于0 T等于0 Q是Q0啊 这是Q0啊 T等于arbitrary T 这就是任意值的Q 任意值的Q 那这个积分就是log Q over Q0 要等于负的RC分之1T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除 QT 它是等于Q0 Exponential 负RC分之1的T 这个时候我们把R啊 回复它原来的状 原来的形状 它是负的R1加R2 这个 这个是Q 这个图形呢 是一个下降的曲线 下降的曲线 OK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写成这样子 Q0 Exponential 负的 tar2分之T 那么这个tar2 就等于C 乘上R1 加上R2 这个是放电的时候 它的时间常数 充电跟放电的时候 时间常数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图形呢 就是这样子啊 Q over T 好 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Q0 Q0 然后呢 它就开始放电 放电 放到 变成0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 就可以求它的电流 不过这个时候 电流要注意啊 I是等于负DQ over DT I 等于负的 你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的话呢 它就变成 R1 我们先微分这个了 等于Q0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Q0 RC Exponential T2 分之T I就等于 这个值 那这个图呢 它也是一个下降的曲线 最大的值是等于Q0 RC 然后 摔减下来 你会了Q 会了I 你要求这个电压 就像我刚刚做的 I乘R1 要求这个电压 I乘R2 求这个电压 Qover C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放电的时候 放电的时候 刚刚那一部分是充电的时候 那我们就 这个